萬象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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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站 好 我們就要進去了 他們這裡是要接受安檢的喔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艾瑞的環球日記 我是艾瑞 OK 我們現在呢 在這裡是萬象的中寮鐵路的火車站 高鐵站 第一次搭就是他們的火車 還是高鐵 你只搭過台灣的高鐵 我只有搭過台灣高鐵 日本的有啦 日本有搭過啦 有 新幹線 那這個是中寮鐵路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嘛 它就是大陸跟寮國 等於大陸幫寮國蓋的啦 然後一個連接 從寮國首都萬象 一路往北 進入到雲南這樣的一個高速鐵路 雖然說高速鐵路呢 我們大家印象中的高速鐵路 大概時速要300公里以上 對啊 但是他們這裡的高速鐵路 其實時速只有160公里 還是說這比較像他們的什麼動車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它真的只有160公里 因為就是他們目前的客運量 然後它的速度或距離來說 它並不需要那麼快 對 你給它那麼好的車 它其實用不到 你說一個小時能到 然後變成半個小時能到 對它而言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是錢差很多 所以說他們現在的火車 他們這個高鐵呢 是160公里的時速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從首都萬象 要搭去他們的第二 我們在寮國的第二個城市叫萬隆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火車站 哇 很新耶 很新很新啊 它是2022年年底才啟用的 哦 那我們很幸運成為2023年 就是馬上就能搭的東西 真的非常的新 欸 是2022年還是21年啟用的啊 好像 我有點忘了 這要查一下 我到時候再資料補充 對 而且就是 外頭就寫萬象站 對 那我們台灣的話 都叫他們永征啦 就是叫這個城市永征 但大陸叫他們萬象 所以 那搭 在大陸搭高鐵或怎麼樣 你近站 是像那邊 大家可以看到 進來的時候是要安檢的 哦 要過安檢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來自ZUKI的經驗談 那個噴霧品不可以戴 哦 對 就是安檢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像飛機那麼嚴格 什麼剪刀不能戴 指甲剪不能戴 或什麼不能戴 沒有那麼嚴格 但還是有一些爆裂物 主要是爆裂物 對 噴霧品的話 算是爆裂物的 危險物的一種 因為它會起火 對 就是它是可以點一下打火的 對 對 所以它基本上 你只要有噴霧品 你就不要戴 對 這種都 噴霧我們直接丟了 呵呵 剛才ZUKI的噴霧品 就被沒收了 對 對 OK 然後呢 在他們買票的方式 就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中寮鐵路購票 它並沒有網站 是沒有辦法網路上買 很方便 對 真的滿不方便 對 你只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你到了遼國以後呢 你去找到當地的旅行社agency 對 或者是你自己搭車來到火車站去購票 對 它就是現場窗口排票 而且它還有時間限制喔 對 它只有早上的七點好像這樣 一直到下午好像五六點以後就不賣了 而且你購票的天數也只能就是近三天內 對 近三到四天 對 你就是那個天數其實滿緊的 對 你不能說這個禮拜我去買七天後的票 對 而且它現在因為可能剛開通啦 所以其實還滿火熱的 對 來這邊旅遊的大陸人也滿多的 所以當地人也滿多人在搭的 所以說它票源其實滿緊的 像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根本買不到二等座 我們只能買一等座了 呵呵呵 就只能多花一點點錢 對 然後那 紙本購票 如果你是找那個agent的話 旅遊agent的話呢 那當然它就要付手續費 對 手續費 滿貴的 很貴 然後手續費大概有一張票的錢 對 就是幾乎是兩倍價在賣 但是當然啦 他們車票本身就不是那麼貴 所以 看它啊 對 那好 剛剛提到還有第二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你入境寮國以後 這時候只有 目前只有Android手機可以用 就是Android手機可以去下 中寮鐵路的App App的那個連結 APK檔 對 你只能下APK檔 為什麼不能iPhone呢 其實iPhone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 像我的iPhone基本上設定在台灣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下載 就是國外的App 就那個地域限制 你就不能下 所以我們寮國它還是不讓你下 對 那就比較麻煩 iPhone比較麻煩 然後那 安卓的話 你自己想從Google Play商店下 也是沒有辦法的 對 但是你可以去那個 就是 它有上架 一樣是地域限制 哦 地域限制 對 所以這個也是蠻麻煩 然後辦完帳號以後 你就可以用手機上去 用App去訂票 我們現在在這邊呢 就是後車大廳 其實大廳還蠻大的啦 然後 看搭車的旅客人數非常的多 呃 呃 目測了一下 大概 呃 三分之一是 寮國當地人 然後三分之二是大陸人 對 當然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 我們早上的前面幾班班車 它第一班那個 8.08的車 它是 就是 直達車 也不能算直達 就是快速列車 它可以 它就是直接進中國的列車 呃 它會到昆明 所以 就 可能搭的大陸人比較多一些 那後面幾班就是 呃 停比較多小站的 那可能 寮國當地人就多一些 我在 來之前啊 我就有看到一些 網路媒體的報導 他們就會去說 呃 中寮鐵路的票價啊 可能很貴 當地人根本搭不起啊 或怎麼樣的 那 目前實際來看 其實當地人還是有的 就 這個高鐵對他們而言 確實是非常的方便 OK 那我們 其實我看到的就是當地 真的 他們當地人搭車的比例 還不少 還不少 對 有 算是 出乎我意料 我原本以為就是 基本上全部都是大陸人在搭 但目前來看的話 有 三分之一到 接近二分之一 應該有 然後 我們在之前啊 前幾天的時候 我們也有問一下 生活在這邊的人 有 問那個 生活在這邊的大陸人 也有在這邊的當地人 就是有跟他們聊一下這個事情 就是說 當地人到底搭不搭的騎 到底搭不搭這個火車 他說 其實當地人非常愛搭 原因是因為其實 說實話 他們高鐵不是天天搭 對不對 他們偶爾搭一次 過年過節回家 搭一次 這樣子 他可能 因為 他們也有好多城市 就像我們台北高雄 怎麼樣的 對不對 如果你是中南部人 到台北打拼 或是你到哪裡打拼 那你想要搭高鐵回家 那其實他們搭 現在終於有這個高鐵以後 對他們而言就非常方便 他們以前 因為寮國不像我們台灣 或者是 其他國家而言 就是高速公路什麼都建設好了 所以你開車很安全很方便 雖然就是久了一點點 但還行 那 但是在寮國的話 他們還沒有高速公路 所以說 如果你是住在龍坡邦的人 你來永生上班 對不對 那你要回鄉下 你要回家 那麼 你如果要開車回龍坡邦的話 哇 那真的是 十幾個小時 而且他的路是 就很爛的 所以很危險 所以常常會翻車啊 怎麼樣 那現在有了高鐵以後 就非常方便 那說實話 這個高鐵價格真的不貴 嗯 對啊 所以說 我覺得這條鐵路 對寮國的 帶來的優勢 帶來的國家整體的效益 其實是真的蠻高的 嗯 上車了 六車 我們是七號車 因為我們這次搭的是 就是 一等座 因為我買不到二等座的票 哈哈 哈哈 走 走 哈囉 OK 我們上火車啦 有人還在吃早餐 哈哈 我們現在呢 坐的就是 一等座 一等座 大家看一下 然後 我覺得一個比較 比較 沒有那麼好的小缺點 就是他的行李 因為他沒有那種 平面的行李架 都是上面的 所以我們大行李都要放上面 就比較辛苦一點 對吧 但其他的話 這個車超級新的 然後 也是 看起來蠻不錯的 然後呢 一等座的這個椅子 真的蠻大的 真的啊 對 大家看 對 腳步空間也非常的大 對嗎 就 挺好 好 等一下再去看看其他車間 車間 這邊 這邊有行李架 然後有個洗手台 鏡子 這邊有一間廁所 廁所看一下 還行啦 火車廁所 因為還很新 所以還算乾淨 比我們在印度搭的火車好多了 對 後面那邊呢 就是商務座 它那椅子有超大 就是那種可以一套鞋的那種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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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一個座位 就是靠窗座位的旁邊 都有一堵花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那這邊嗎 那這邊 那就有放花花 每一個靠窗座位 旁邊都有花 那花是假的 假的啦 這是假話 都是假的 這整輛列車呢 它總共有三個長等 它有商務座 還有我們現在做的一等座 還有二等座 商務座的話呢 它就是椅子是那種 也還不算飛機的商務艙 就是可以完全躺 沒有完全躺 椅子大概更大 然後呢 它就是 一排就是只有三個人 只有三個位置 就是二一的 對 因為它椅子比較大 好 那像我們現在這個一等座呢 就是二二的 像我們這邊兩個 然後那邊兩個 這樣 就是二二的 然後呢 再往後面 二等座 二等座的話呢 它就是三二 對 所以就是位置會再小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都還行啦 就是 因為它 它乘坐的距離都不是說特別久 對 也不是很遠 對 除非你從頭坐到尾 從頭坐到尾好像要五個小時 這麼久 對 一口氣坐到昆明好像是十個小時 很累喔 對 它就是一日生活圈 對啊 就大概是這樣 那整體做起來呢 我覺得 算是蠻穩的 它其實真的蠻平穩的 我覺得 對啊 比新幹線平穩多了 真的嗎 就 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在日本做的新幹線 我 那時候感覺就是 我怎麼那麼搖 我這樣 空空空空這樣 對啊 因為它們時速特別快啊 對 當然它 因為它時速也快 對啊 然後它線路比較多 所以那個有換軌的時候 啊 這個沒有吧 它就是一條軌 所以就沒得換 嗯哼 所以它其實真的蠻穩的 像我們在歐洲的時候 也是那個空空這樣對不對 它一換軌的時候 就會晃 對 那就 我覺得 還不錯 啊 時速 看起來也標不到一百六 好像一百五十幾 對 然後 嗯 車廂內 就是空氣品質啊 什麼的 冷氣啊 都還算蠻舒服的 嗯 然後票價 還沒 像我們今天啦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做這樣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然後票價是 就是二十五萬好像 二十萬 然後加一個訂票手續費 加二十幾 就是好像二十五吧 就算二十五萬 啊 二十五萬的話就是 兩百五乘二 就是 五百 五百塊 就是不是很貴 對一個小時 跟台灣 台灣多少錢 台灣做一個小時要多少錢 你說是高鐵嗎 就要高鐵啊 高鐵啊 如果是台北到應該 台北到台中大概一個小時 對 六百多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但是它是慢一點啦 對 因為它開不了那麼快 所以 還不錯 到了到了 OK 我們到萬榮了 我想去拍一下車頭耶 等一下 第一次 真的很強 快 一提 你再給我 哈囉 我們進來到站 我們到的是 這裡是萬榮 很快 我們搭了 五十五分鐘不到 就到了,很迅速,也很準時,很滿準點的 OK,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總而言之呢,其實中老鐵路品質都是非常不錯的 大家有機會的話也可以來搭搭看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才可以跟著我們繼續冒險 我們下部影片見,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我們下部影片見